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及理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纲 第一个是重点提示 第二个是课程的内容 第三个是总结重点 第四个是延伸阅读 第五个是资料的来源 第一个重点提示 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何要学语言学 那语言学有哪些主要的理论 那各个理论底下有哪些重要的概念 第二个课程的内容 第一个我们为何要学语言学 那什么叫做语言学呢 语言学就是归纳语言的规则 然后呢之后呢 在我们设计软体的时候呢 这些规则可以帮助我们 去侦测到学生 他所写的语句是不是正确 他所写的语句是不是正确 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词序 就是词的位置 就是词呢 首先要加主词 动词受词等等的 譬如说语言学呢 就会帮我们去归纳这些规则 就是词的次序 举一个正确的句子 我明天搭火车去台北 那德文的话就是 ich fahre morgen mit dem Zug nach Taipei 那ich就是我 fahre就是搭车 morgen就是明天 mit dem Zug就是不搭火车 然后那台北就是到台北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这个持续的规则就是 主词加动词加时间加工具加地点 那遇到这个规则 我们也可以找出来 学生呢 所写的这个句子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譬如说我们发觉有人写 刚好道反 ich fahre morgen nach Taipei mit dem Zug 我去台北搭火车 比如说我们就比对了这个持续 那我们就发觉呢 他这个后面两个是倒反的 应该是首先是 mit dem Zug 然后到台北 可是呢有学生会说 ich fahre morgen nach Taipei mit dem Zug 我去台北搭火车 就是中文的讲法 所以是错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正确的是 ich fahre morgen mit dem Zug na Taipei 那有人就写错了在后面两个 他把先地点然后再工具 其实是用工具mit dem Zug 然后再地点 所以这句是错的 那电脑就可以查出来 依照这个语言的规则呢 可以查出来哪些句子是错误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语言学有哪些主要的理论 基本上我们的语言学 第一个就是归纳语言的规则 像Syntax治愈法学 Morphology就是构词学 可是呢也有语言学跟其他的科学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语言学跟心理学合在一起 就是心理语言学 那语言学跟神经学弄在一起的话 就是神经语言学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这个课程呢 要讲的有哪些重要的理论 第一个就是语音学 第二个构词学 第三个句法学 第四个语意学 第五个篇章语言学 然后第六个是语用学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面所讲的各个理论 它底下有哪些概念呢 需要我们来学习的 第一个 就是语音学 它底下有发音语音学 听觉语音学 还有声响语音学 还有 phoneme 这个概念就是语音的最小单位 那Morphology是构词学 那构词学里面呢 有一个Morphin 就是词的最小意义的单位 再过来Voltarten就是词类 再过来Plefit就是前缀 再过来Sufit就是后缀 再过来Composition就是复合词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Sinta就是语法学 或句法学 那它底下的概念呢 比如说Valent配价 Dependent Grammatics就是 重属关系语法 还有依存语法 再过来Generative Grammatics 所谓的生成语法 还有Transformations Grammatics就是 转换语法 那我们看一下Semantic 语语学 它其实它底下的概念 比如说Denotative就是原本的含义 Konotative就是影射的含义 再过来Humonimi Humomo Humonimi 这个Humonimi Humonimi Humonimi 同样的 所以是同意词 Anti-lumi Anti-lumi Anti是反对 所以是反译词 Humon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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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fe 所谓的前造词 就是往前回溯的 那Katafe 就是后造词 往后寻找它的所字 再过来Thema 是主题 Rema 是竖题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Pragmatics 语用学 它里面有Shrek Art Theory 就是语言行为理论 再过来Lokutionelle Act 就是语言行为 再过来Ilocutionelle Act 就是意涵行为 再过来Pragmatics 就是目的行为 那我们看一下一般语言学的概念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 什么是语言学呢 其实语言学就是 研究语言的科学 那我们基本上有两个名词 一个是Linguistic 还有一个是Sprach Wissenschaft 那这两个其实它是 意思是一样的 它说指的是语言学 可是假如你要真的要区分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应该说Linguistic 它是代表现代语言学 Sprach Wissenschaft 是代表传统的语言学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Long 什么是Parole 那这个Long呢 指的是语言的系统 那Parole呢 指的是语言的实践表现 那语言的系统 表示是语言的规则 比如说我们规定主词 一定要加动词加受词 可是Parole就是所谓的 口语语言的实践 那其实两个之间呢 有一点不一样 比如说语言的系统 要求一定要有动词 所以呢 可是你看一下 英文有一个 No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 那它并没有动词 可是是正确的 所以其实说要分为Long 跟Parole 这个两个不一样 一个是语言的规则系统 一个是语言的实践 就是说的语言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Communications Model 它的要素就是交际模式的要素 就是主要是发送者跟接收者 还有传递的媒介 还有一个代码 还有语用的意义 还有一个反馈 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式 我们会看到两边 蓝色的 一个是Sender 一个是Enfender 一个是发出讯息的Sender 发送者 Enfender接受者 接受这个讯息的 那中间这个黄色的部分 就是一个媒介跟一个讯息 那比如说A打电话给B 那中间透过电 比如说电话 然后里面还有讯息 那所谓的沟通模式 它主要是说沟通需要两个人 才能够成立 不能自言自语 那两个人就是一个是发化者 就是送资讯的人 一个是受化者 就是接受资讯的人 然后受化者到发化者到受化者之间 它可以反映一个沟通的过程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模式 图示就是第一个发化者的语言 通过一个媒介第三个 然后分析这个代码 再过来有一点干扰 然后再过来受化者 接收者的理解 再过来接收者一个回应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中间所谓沟通媒介 也就是所谓的电话什么的 电话手机等等的 然后呢 它一定要分析代码 它不可能把你的语言分 分 就这样send出去 一定会转换一些代码 比如说一些电波 然后呢 再分析这个电波为语言等等的这些 好我们这样讲了继续讲 然后你再把它剪掉就好了 OK 那怎么叫做沟通模式呢 沟通模式一定要有两个人 一个人自言自语 不可能有沟通模式 那一个是发化者 就是送出讯息的人 一个是受化者 就是接受讯息的人 那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过程 这个图片就是第一个发化者的语言 它会通过一个媒介 比如说电话啦 手机啦 然后它分析代码 因为不可能把语言send过去 可能要转播一些讯号 OK 那这个讯号呢 会受到干扰 OK 然后接受者听到了之后呢 他的理解 然后之后接受者呢 他会回应 好 那过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语言作为符号的三个要素 那就是 那就是 这个是 就是 要语言学符号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有一个outlook 一个apparefunktion 还有一个darstellung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呢 是Karl Bühle 他所创建的 那这个在干怎么了呢 因为他发掘语言的符号呢 不只是符号而已 他其实有其他的功能的 那第一个就是 当然语言 他是由语言符号 语言的符号所造成的 然后呢 再过来 他会呈现一些事实 就是darstellung 然后呢 这些事实呢 他会透过语言呢 会给一些 听者一些apparefunktion 就是所谓的召唤 OK 那我们看一下 总结一些重点 就语言学呢 它是归纳语言的规则 先要认识呢 我们语言学各大的理论 然后呢 这个理论底下呢 应该有哪些概念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这次要学的是 语音学 还有构词学 还有这个句法学文法 然后再过来是语音学 然后还有这个篇章语言学 还有语用学 OK 延伸阅读 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语言学 导论 他是李文轩 跟李静 是他翻译的 苏林出版的 1999年 那同学可以看一下 第一章 语言的特性 还有第四章 动物跟人类的语言